要去逼合结 分手的时候我有多痛苦吗 后来他回来你不是又接受他了吗 他当时分手的时候 他跟我说是要发展事业 我心里还是爱着他的 我也希望有一天他能够 把自己的事业稳定下来 再能够回过头来再来找我 还真的被我等到了这一天 等了大概多久 差不多半年吧 但是他回来的时候 他他跟我这样说的 电子的暂时遇到了资金遇到瓶颈 我不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想跟你说好 你有没有说借钱的事 我是开口说了 你是不是遇到瓶颈 可是实际上你拿这个钱是干嘛去了 拿了我这个钱还给那个男人了 可是我对你和好的原因不是这个 就是别的男人 那个男人不要你了 不是有点乱有点乱啊 不合的时候他问你说 发展事业要钱了吗 他是说他电子遇到了瓶颈 还差一点钱 哎那你也很奇怪啊 你明明知道他跟一个男人跑了 他回来 我不知道 你前面是不知道 对是因为什么有一次我在家里 有一个女的打电话给我 他跟我说 你知道你女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他是别人的第三者 是专门破坏人家家庭的 我当时还不知道 我也是被骗的 我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 我还我还以为是说的是假的 但是他把那些事情 都罗列起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确实是这么回事 不是我当初离开他 我也是被骗的 我承认我确实离开了他 可是我是被别人骗的 你要是当时不爱慕虚荣 不看重别人的钱 不想过那种物质生活 你会被被人骗了吗 我知道我错了 我当时太幼稚太天真的 我也是想过好一点生活 所以才那么错了 我现在知道错了 你知道我那时候 当时对你有多好吗 每天那么累 我我回到家 我先回家帮 把饭菜先做好 你回家只要扶起筷子吃就可以了 那时候你站一天 我就帮你把热水泡好 帮你捏脚 这些你都不记得了 我记得 我真的记得 来成这样啊 我希望你能稍微听听他的解释 好不好 来女生解释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从学校毕业出来嘛 就选择了去做瘦楼 因为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 然后业绩一直都不太好 有一次来了一个客户 我就很热情的招待他 然后带他看房啊 各种介绍 他毫不犹豫的就买了两套房 之后还叫了他朋友过来 也买了一套房 我就出于感激 就想手上需要一些客户 需要一些资源 想把这个客户留住 然后我当时想请他吃饭的时候 我也跟我男朋友说了 他当时也没有说什么 吃完饭 当然我也就没当回事 没想到他找各种理由 就说有时候请我吃饭啊 给我送花 慢慢的发展 他就跟我说 他离异了 房子给了前妻 买了两套房 是想自己留一套 然后给父母一套 方便招料父母 我觉得这人还挺孝顺的 然后在跟他聊天过程中 也觉得他很不一样 就很稳重很成熟 但是当时想着自己有男朋友 我也就没考虑那么多 结果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对我好 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 你不要在这里做了 不要给别人打工了 我给你十万块钱 你去开店吧 我说实话 当时是有点心动了 因为我一直的 人生目标和理想就是 拥有一家自己的店铺去打理 过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就接受了 你就是看中了别人的钱嘛 哎呀 姑娘呢 等于说他拿十万块钱 买走了你一段爱情 是这个意思吗 我当时是也觉得他人还挺好的 也有一点喜欢他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跟你男朋友 提出分手呢 是我自私的一点 只顾着自己感受吧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这个男人在骗你的呢 是后来有一次我在店里面打理店子 然后有一个女的就过来骂我 说我是第三者 我当时也懵了 然后他就是各种骂 然后就是要打我 我当时觉得脑袋一片空白 我心里就在想我一定要离开这个男的 他那个老婆不依不饶的说 这个店子不能让我拿走 但是我所有的心血都投在这个店子里面 不可能就这样给他 我就说那我把这十万块钱给还上吧 那你跟这个男人有过半年的交往 你没有发现他是一个已婚的吗 没有因为他很忙 他是开建筑公司的 然后经常要跑各个地方 当他的夫人闹到你们店里来的时候 他这个男人呢 没有跟我联系 我打电话他也不接 好吧我们假设你是年幼无知被欺骗了 既然又想回头去找自己的男朋友 为什么回去之后没有坦白 而是采用了欺骗的方式 我当时会隐瞒是觉得这也是不光彩的事 我真的跟他和好的目的 不是说我要去骗他的钱 我是因为真的我觉得他对我好 我经过了这一些 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感情 知道谁对我才是真正的好 你回答我为什么从男朋友那里拿走了十万块钱 因为回来从我的角度应该就是很内疚了 对不对 怎么还张得开这个口问他拿钱呢 我有跟朋友借 我是先有跟朋友借 然后毕竟有十万也很难凑得到 当时也想着他手上有点钱 然后我自己店子不是在周转吗 然后这十万块我只要好好经营钱还是还得起的 毕竟这是不光彩的事情 所以我就选择没有说 好 你还想求得他的原谅是吗 我是真的爱他的 我知道我做错了 我当时是一时糊涂 所以做错了这件事情 我想让他原谅我 我以后会好爱你的 我真的知道错了 小兄弟 你在心里还有这姑娘吗 我 我知道你还在意我 你别说话 我确实现在还是挺爱他的 但是我知道这种事情之后 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如果将来又有一个人 跟他投一两百万 他看到别人投了这么多钱 跟他开一个更大的店 又哪一天 不会 绝对不会了 不是每个人 我不用找不到他人 每个人都要尽力才会成长 我这次真的得到了教训 我成长 我知道你才是我想找的那个人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这么问你一个问题行吗 咱就当分手了哈 这个钱你给他多长期限还你 还是立刻要走 那就必须还 马上马上 立刻 爱不爱不用其他的来测试 这一个问题就可以测试出来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 今天老师是面临难题了哦 不知道你们怎么解这个难题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人一生都很难摆脱自己成为欲望的奴隶 但是所幸的是我们除了欲望之外 还有一个词叫原则 我想问女孩一个问题 你在那半年里面 你爱过那个男人吗 曾经有心动过但是没有爱过 你在那半年里没有爱过他 没有 如果你在那半年里面也爱过他 那么说明你的改变 你离开他在一个新的选择 可能更容易被人接受 如果说你从来没爱过他 那个男人的是非我们不说 他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但是那你就是单纯因为金钱的欲望 而抛弃了当初自己对爱的原则 这让人心里更有点发冷 不是我是因为知道他是离异的 也不是单纯是因为金钱 我是开始是觉得他挺好的 有点喜欢 好吧 我想告诉这个小伙子的是 你对他还有欲望 你还爱着他 现在能不能接受 就看你的这份欲望 能不能在你的原则里行使了 我最后只能告诉你我的原则 我的原则来源于我的经历 我最爱的初恋的女友 因为她的欲望偏离了轨道 离开了我 我把她追了回来 过了一段时间她又离开了我 我又把她追了回来 第三次 我醒了 我发现为了爱放弃自己的原则 是世界上最傻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可惜 你要记住 我们女孩不能因为自身的条件优秀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做一些 对方理所应当 可以包容我们的事情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应当 今天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第一个 你应该给男方打一个欠条 不会的 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今天也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 应该很郑重地借这个机会 给他道个欠 我能看出来你的委屈 就是因为你也被那一位 骗你说他离异的男人给骗了 可是 这个理由并不能成为 你想要你的这位前男友 一定要宽容你的借口 先把这两条做足了 我们再来谈谈 看这段爱情 还该怎么样的保卫吧 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 总结起来就几个字 骗子让骗子给骗了 可是如果我们要是想挽留这段 有可能还存在的感情 我们现在试着把这个骗子 把它理解成孩子 我们想象一个可能设施未深 又有一定自己人生目标的这么一个漂亮女孩子 有一天 突然发现天上掉下了一个馅饼 他忙不远地把手里这个窝头给扔了 结果发现掉下来的是铁饼 这个铁饼砸破了脑袋 现在要转窝头去找当时的那个窝头 但是由于他设施不深 这会儿他又做了一个措施 他没有坦白地去说 当时我是觉得馅饼可能更好吃 如果说你第一次背第三者 不是完全全是你的错 但是恰恰你回来再去找 你之前的这位男朋友的时候 你是在利用他对你仍然存在的那份感情 去弥补了之前自己做过的措施 如果说那个女人不打电话给他的话 这件事情一直会被你隐瞒下去 对不对 所以孩子 有的人做过措施 可以弥补 有的人做了措施 是不可以弥补的 关键在于这个措 是不是在原则在根上 挥之即去 招之即来 让我们怎么能够去判断 到底你现在对他的是情 还是还在骗他的感情 我是真的觉得他对我很好 我很内疚 我现在有在做改变 我以前从来不做家务 也从来不做家务 现在我有学着去做一些事情 有学着去做饭 然后我跟他之前交 姑娘你越说越走偏道了 因为你越说越像是你为了弥补 你对他做的措施 而再做一种补偿 而不是爱 不是 我是真的 爱一个人是什么 爱一个人是我不是亏欠你什么 我不是报答你什么 我不是来报恩 我是真心实意的爱你 告诉我你爱他什么 他的事业可能并不出色 忙忙碌碌 有可能会庸碰碌碌 没有你上次欺骗你那个人 那么事业有成 你好好的客观的审视一下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个子 并不太高 可能没有太多积蓄 没有什么事业成绩的人 是你所爱的吗 还是说你现在仅仅是 因为他给你暂时的评断 暂时的踏实 而你欠的十万块钱的琴 你现在在补这份琴呢 如果是的话 请你想好了再回答 不要对这个好人再有二次商谈 如果说你现在审视了自己内心真是 爱上了这个人 你可以去跟他去投入这份爱情 如果不是仅仅是短时间的报恩 没关系 你管人家借了钱 且欠条 什么时间还 但是千万别再牵扯上 你和他之间感情纠葛的事情 人生若始如初见 有两件事 是特别有意思 第一件事 你说为什么 真正的意思 是 紫了 你 你 我 你 是 你 你 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